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把这个谱来唱一下 就是这样 音符比较少 拉这一句呢 我的感觉倒是没有太难啊 自学的朋友能学这个曲子的呢 应该都差不多能克服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功法 这个呢 是接我们前面的一句 接第四句 拉功出去了 所以呢 这个是推功开 推功开 推功 拉功 推功 拉功 这个符号呢 就是拉功的符号 拉功 推功 在没有特殊的标记的前提下呢 都是拉推拉推 交替进行 拉 推 拉 推 推功 推功 也就是说我们这句拉完以后呢 是推功收回来 这是它的功法 像其他的一些符号呢 没有什么 我们之前没有介绍过的符号 就这个四指 可能我们之前用的比较少 也是这个四个指头里面呢 四嘛 比较薄弱的一个 所以力量呢 可能有点少 音种上呢 可能比较不太好把握 大家就有意的让这个指头使点定就好了 四指 这里有一个前语音 这个前语音 待会我们用这个 说这个指法的时候呢 再介绍它的这个手法 是有一点点吸和刀的划过去的效果 这个推功不用介绍了 这个是一个下滑音 接前面的骚 从骚下滑到密 就是它的符号也很简单 下面我们来介绍按照小节的顺序吧 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指法 第一个呢 就是二指 拉 第一个音符 二指 用的是外弦二把位 因为扫热弦嘛 我们熟悉这个扫热弦的它的这个基本指法的话 你就知道 外弦 热 咪 发 骚 拉 本来是这个四指 但是它写的二呢 用二指就是说明了 在二把位上 拉 二把 二指 所以 这个 所以呢 刀是用的四指嘛 后面的这个刀 所以 这个整个的动作呢 这个整个的动作呢 都是在二把位上 二把位上完成的 拉 从推功开 拉 拉 第二个还是这样 这就不用说 再拉回来 骚 拉就不用说了 一指的骚 二指的拉 然后四指的刀 这都不用说 唯一需要说的呢 就是这个C 它的C是怎么来的 因为你刀是四指 不用换 不用换手指 但是这个C怎么来的呢 是不是这样按的呢 不是 我们听朱老师的那个版本呢 他应该是用这个四指 利用你换弓的 就是换弓方向的这个空档 这不是拉嘛 这个该推了 利用就换弓方向的空档 把这个四指呢 稍稍的缩回来一点点 就到了C的这个位置上 C和刀 我们在学这个阅理部分的时候呢 都介绍过 C和刀是半音的关系 所以呢 稍稍缩回一点来 它就是C的音 利用这个刀换的这个空档 缩回来一点点 所以呢 不要出来刀系这个下滑的 不要出现这个声音 然后再下一个刀 系刀 而是出现上滑的这种效果 这个模仿的太夸张了 我们前两个小节来一遍 是这么一个效果 刀 系刀 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是用空档 用你换弓的空档 把那四指缩回来一点点 到C的位置上 希望我这样说呢 大家听明白 然后紧接着这个C呢 因为刚刚接这个刀嘛 这个刀你四指在刀这儿 所以三指接C 所以它这个也就不用标三指了 因为这都是顺理成章的 所以三指紧挨着四指的这个位置上 就是C 然后拉 系 拉 扫 拉 系 拉 扫都是用的 二指 三指 二指 一指 最后标了一个一指 就是告诉你这个时候呢 还没有换把 到这儿咪的时候呢 标一指 那就是说从二把位 回到一把位了 而且有华音符号 就是比较明确的是 从骚这个音滑到咪 我们拉一下后面这个 都是推弓 C是拉弓了 就是骚咪滑下来 我们之前介绍的时候 有朋友也留言说 那个滑音是从哪滑到 从哪滑到咪啊 从哪滑到软啊 之前呢 我介绍的是 我们用换把的时候的 这个动作 自然带出来一个滑音 比如说 自然带出来的 因为又换把 又换手指头 有的是换把 不换手指头 自然带出来的 没有明确的说 从哪滑到哪 而这个呢 我感觉就比较明确 就是从这个骚 因为一指嘛 骚 然后咪一指 就是从骚滑下来的 就是从骚滑下来 好 我们把这个整个一句连起来 推公开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当然如果加上这个 揉弦就更好了 压揉 压揉就是用手的这个 力量呢 控制轻重 来实现这个效果 我们再试一下 这就是我们今天 介绍的全部那种 好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